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行政長官林鄭 昨天去完北京述職回到香港以後見記者 他在記者會上說了一些 不太和事實相符的言論 他到底說了什麼呢? 他就說 近日有些演藝界的人挺身而出撐警 然後被起底遭受傷害和侮辱 老實說林鄭可能你去了北京也不知道 朱庭圈、曹永蓮、姚瑩拍這段TVB的明星 本來他們說明是秘密去支持警隊 這些全部都是有紀錄為證 朱庭圈自己叫人 please delete and don't forward out 那些藝人是秘密探訪不出鏡 害死人了 他是這樣罵藍絲的 林鄭什麼叫挺身而出 你不懂那些成語就不應該亂用 挺身而出 即是那個人挺直腰板的站出來 即是他很勇敢地站出來 現在明明朱庭圈都說自己是秘密去撐警 秘密探訪是不出鏡的 這些就不是叫做挺身而出 這些就叫做鬼鬼祟祟祟祟祟祟 撐完又不想被人知道是秘密探訪 林鄭也說得出這樣 這些不符事實 還有你說那些藍絲藝人走去撐警 就受到傷害 老實說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是不是 怎樣受到傷害 可能他在說那些品牌就跟那些藍絲藝人割席 所以那些藝人就受到傷害 但這個就不合邏輯 到底誰受到誰傷害都不知道 為什麼那些品牌會主動跟那些藍絲撐警藝人割席 可能就是為了保障自己的品牌 免受到他們的言論傷害 所以才說這些人跟我無關 他不再是我代言人 或者他不是我代言人 使得自己的品牌免受那些藍絲藝人的傷害 就不是藍絲藝人受到傷害 搞清楚 還有我不知道他的傷害是解釋什麼 可能說有些網民批評他 那批評也不行 難怪保安局就去研究所謂 禁止侮辱公職人員罪 批評也不行 社會沒有言論自由 批評他就受到傷害 你說清楚吧林鄭 不要就是模糊其詞 打算蒙混過關混水摸魚 你說清楚以後 在記者會那裡 不要只是說三說四 沒什麼弱作用 他當然接受到習近平主席的大讚 怎樣讚他 也不用多說了 隨便選一些來講 說他面對各種困難和壓力 堅守了一國兩制原則底線 依法施政確盡職守 做了大量艱苦工作 帶領特區政府積極回應社會關切 你說是不是 這些事 那不說了 接著下去的那些 真是讚到你天上有地下無 我們來幫你總結一下 林鄭 成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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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團結 全香港orders 全香港大多數市民 大多數經scale選舉結果驗證 不是自己吹會 亦不是自己沉迷的大多數 是真正大多數市民的黃絲 全港的黃絲都被你連結一致 第二,你成功令市民體會到自由之可貴 民主之重要 本來有很多人都想不理就算數了 得過扯過,繁榮穩定 怎知道發現是不行的 自從有你這些警察出來 亂打這些年輕人的時候 大家已經全民醒覺了 所以自由不是免費的 是非常珍貴的 還有第三,林鄭成功帶領建制派 在區議會選舉當中雪崩式大敗 不知道哪些情報機關 就老點大陸說這個選舉是贏的 因為有沉默的大多數支持 連稿都寫在大陸上 被外媒揭發了 終於輸到PK 第四,林鄭公職間接吹動了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就是你和鄧炳強大署長的偉大功勞 這真是豐公偉 我告訴你,CY都做不到事,你做得到 第五,成功使用大量化墓去鎮壓市民 兼開出真槍實彈,CY都做不到 當年堂堂說他想出防部隊和催淚彈 就是他做了 你比CY更進一步 你做了五大功績 遲些再數五樣東西出來,讓你做十全老人 接下來我們又再關注一下 關於港珠澳大橋有一名香港市民懷疑被送中的事件 根據廣東省公安廳的官方微博平安藍穴的證實 在12月13日下午3時多 珠海市公安局和珠海出入境邊防檢查總站 在港珠澳大橋東人宮島安全檢查站 展開聯合執法時 邊檢的民警就對一輛前往澳門的穿梭巴士 即是禁巴 進行例行檢查當中 發現一名乘客疑似是被通緝人 經過警方比對確認 該名男子在2012年8月 因涉嫌組織粵港兩地貨車司機走私手機案 被深圳機場海關緝司分局通緝 原來根據他們所說 這名香港男子就是走私屯火的重要成員 珠海的邊檢已經將他移交辦案單位處理 即是送了中 這件事牽涉到幾個問題 第一 到底這個香港男人 他知不知道自己是被通緝的呢? 如果他連自己被通緝也不知道 即是無厘頭做了疑犯 做了逃犯 這件事真是很離譜 第二 你這個港珠澳大橋就變成了一個送中陷阱 他根本上出發點就是在香港的口岸 終點站就是在澳門口岸 其實他沒有打算進入中國邊防的意圖 但你就在半路中途在橋頭上 告訴他設立安檢 然後就在東人公島上被送中 變成好像男人自投羅網一樣 對吧? 這真的是一個陷阱 你不應該這樣做 因為他從來沒有打算進入中國境內的意圖 只不過他要去澳門 經過陸路去澳門的話 就必然是要經過你那個中國水域 對吧? 大家也不會預期到 原來你在這個東人公島的時候 是會設立一個安檢站的 對吧? 如果會 我隨時懷疑他也未必會走去 可能是經過陸路 可能是坐船 根據他的兒子所說 其實他是想去玩兩手 即是他們的說法是這樣 第三件事 從這件事反映 特區政府和保安局 是完全不會保障香港人的利益 他們一味就說 比如說昨天這個國家傳大警司 被記者問到他關於這件事的時候 他一味就說自己沒有資料 不評論 即是廢的了 對不對? 對不對? 怎麼會沒有資料呢? 我們看報紙也有這麼多資料 對不對? 國家傳大警司 對不對? 還有 你這個保安局在回覆傳媒查詢的時候 竟然說 大橋的執法是由內地的相關政府部門 按內地的法律來執行 內地政府有權在東人公島上 採取執法的行動 包括設置安全檢查站 特區政府 不會也不宜干預 內地政府行使執法權 即是告訴你 你死你賤 換句話就是這麼說 你什麼都幫不了手 只是找這個駐月辦 做這個聯絡的角色 這些就是所謂的協助 你是沒有幫我們香港人 Fight 自由回來 這件事很簡單 你都沒有一個採取主動的角色 是不是? 好了 第四件事 你似乎 澳門特區要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路 還是非常遙遠 先不要說內部保安綱要法 對於你不喜歡的人 不受歡迎的人 你可以踢他走 現在似乎是入境之前 已經被送中了 那你怎樣令到國際投資者有信心呢? 會不會在半路中途經六路去澳門的時候 被拘捕了呢? 還有一件事 NOW的電視台也有類似的情況 有些記者遭到邊防檢查站的檢查後 發現他是不可以再前往澳門 變了要回頭 這是首次見的 在東人公島幫他安排了一兩金巴 從人公島回到香港的口岸 那兩個NOW的電視台記者沒有送中 但是涉記成功進入澳門境 可能只是開拍攝 沒有了記者 這件事就是第一次見 因為通常不讓入境的話 就去到外港碼頭 幫你拿船位送你回香港 幫你叫車就知道是第一次聽了 還有根據惠譽評級 就說 將澳門的信貸評級展望從穩定降至負面 為什麼呢? 他們說因為澳門和中國內地 在政治和經濟等各方面 都是日漸同化所致 所以澳門街要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這道路真的相當遙遠 最後就想中國那些 想去澳門街玩兩手 但又曾經在大陸有些交集 有些關係 有些拉扭的人 例如做過生意的人 你又想玩兩手 去新加坡就好過了 兩千多元 平日乘國泰來回 好過你 就自投羅網 省了幾十元 去搭金巴 不值 通常這些人 去玩兩手 都不會玩幾十元 兩千多元 好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